早 早 我给你带来那个 张宝 早餐做好了 嘉宜阿姨 张宝她怎么了 要大姨妈了 不是 她见到我害羞 为什么要害羞 难道她喜欢你 非得喜欢一个人才害羞啊 大姨阿姨 她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怪怪的 也不理我 心情也不好 她就把她一个人关在她房间里 是吗 大姨阿姨 你是不是拒绝她了 说什么呢 大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爸没事 来 反正药拿给我 这儿 吃饭啊 快点 你自个儿吃啊 我去看看 你哭上了 至于吗 谁哭了 我是感冒了 你还挺早心的呀 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啊 丢人的又不是你 就说风凉话 我说面子 这有那么重要啊 是能吃着还是能穿啊 绝对挺好的 你想啊 平时那购物台谁看呀 不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吗 这下可好了 这收拾率蹭蹭往上涨 他们还得感谢你呢 谁需要这种感谢 给你你要啊 你说在外边丢人就算了 至于起码人家都不认识 我可好 在电视上 只要让杨阳看你怎么办 杨阳的同学看你怎么办 她同学的家长看你怎么办 她的老师看你怎么办 他们会怎么想我 我一直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 让杨阳以我为重 没有 这下可好 物有为耻就不错了 哎 行啊 哎 哎 我说这位伟大的父亲 咱们能不能豪情万丈一点 别老这么悲悲气气的 干嘛呀 搞砸了就搞砸了 从现在开始呗 你以为成功就那么容易呀 再说了 你看这杨阳 不单纯一个孩子呀 心血人家还觉得挺好玩的呢 真的 哎 reflection 你也不要说我 你别想了你 ragon 是모尻儿 你 saudisión 我 张罗就是一句子 有怎不开心的 不是 带着我去 带着我觉得 这可挺好的呀 你看 这么多平安 我觉得张罗特效应明星 谁呀 周星师 你知道吗 大人啊 有一个叫自尊心的东西 而且经常把这个自尊心啊 用作地方 这个 这个可是我知道 他之前跟我说过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 特别没用 因为他连别人金刚饿不得卖 还有什么东西 大家还喜欢他 再来说 我又不是第一回见他出车 之前呢 他带我去看他走秀 结果他睡觉了 他说这是他职业车压中 第一次睡觉 就让我给碰上 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张某这人啊 就是脑子笨 脸皮薄 有的时候还不坦然 你从小就这么老去很久啊 你跟谁学的 怎么这么早说啊 张某和我妈离婚了 我不让自己快点长大 那谁来照顾他呀 我问你啊 你爱你爸爸了 当然爱了 他是特别特别的爱 那你去跟他说一下呗 这这这这也太肉麻了 这肉麻什么呀 有爱就要勇敢地表达 要不然怎么知道 嗯 张某 张某 你的视频啥时候录的 太高了 睡觉呢 不是 你也太好面子了吧 真幼稚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特别没用 干什么都做不好了 我没有觉得你没用 我从来都没觉得你没用啊 我们班同学都特别羡慕 我以一长得这样帅气的老爸 我觉得我特别有面 谢谢你安排我 你去上学去吧 我可没有安排你 我说都是真的 我们班有一男孩 听说你是模特 回去啊 哭着喊着 让他爸也当模特 不过来这事 还离家出走的呢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模特了 没关系啊 只要你特别地帅就行了 爸爸经常做错事 你是不是觉得很丢脸 那谁都会做错事啊 做错了改正步就行了 而且我不觉得你丢脸 我还觉得你特别地可爱呢 真的 张伯 我特别地爱你 就像你爱我一样 我特别地爱你 就像你爱我一样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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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champions